临近死亡的时候什么感觉? 这个话题既神秘又重要 因为那个时候当事人几乎已经没有能力向外界传达感受了 而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跟关注也往往包含了距离死亡最近的那点时间 如何对待死亡也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部分 今天的科技参考我们就介绍一个关于冰死脑电波的研究 这个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人在去世前的几十秒 大脑比我们预想的更加活跃 也许那个人真的在利用人生最后一点时间回顾自己的一生 这篇研究发表在衰老神经科学前言上 这次记录完全是一次巧合 加拿大的一位87岁的老爷爷意外摔到了头 而且伤的比较重 送到医院之后发现脑部有血肿 不久就中毒昏迷了 仅保留了脚膜对光的反应和呕吐反射 这种情况下 如果任由脑血管继续出血 人可能马上会死亡 于是家属同意开颅手术 手术之后患者的情况有所好转 但两天之后又出现了连续12次的癫痫状况 这表明这次脑外伤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 医院会对这代频繁的癫痫做实施的监测 根据实测的结果做辅助治疗 同时这家医院跟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有合作 监测的数据也会分享给他们 巧合的是在脑电波检测仪刚刚接好不久 老先生突然又发作了心脏病 最终还没有等到脑外伤恶化 反而因为心脏病而去世了 而脑电波检测仪也记录了老先生去世前 大约900秒的波形图 之后这份波形图分享给了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 河南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也分享给了温哥华总医院的神经外科 加拿大布列甸省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癫痫项目组 和另外两所美国的医学院 大家一起对这次采集下来的脑电波做了详细的分析 发表了论文 脑电波检测仪是类似于一顶包裹头的棉帽子一样的东西 帽子上有19个电极 每个电极贴在头皮上 测量从大脑出发 透过颅骨跟头皮的电信号 测量脑电波的时候 并不需要做额外的动作 只需要病人在安安静静的状态下 被捕捉10分钟左右的脑电图信号 剩下的工作就都由科学家们去分析脑电图了 这次捕捉了900秒的脑电图 足够分析出脑活动的特征了 19路脑电波 不论看哪一路 表面上都是杂乱无章的 看不出任何规律 但实际上 自从1920年代脑电波技术出现之后 分析方法就逐渐成熟了 最早人们找出了几个基础的波形 也就是说 任何一路的脑电波 都是由五种基础的波形 按照不同的权重叠加在一起形成的 而这五种基础波形 是可以对应到 一个人在某个状态下的不同脑活动的 这五种波的名称跟频率 我已经写在文稿中了 我就不挨个念了 它们分别可以反映一个人 处于深度睡眠 麻醉或者昏迷 或者能反映一个人处于平静状态 形成短期的记忆跟空间感 或者呢 说明一个人处于身心放松 精力集中 也就是类似于心流的状态 或者呢 说明一个人处于精神集中 情绪激动焦虑 或者呢 说明一个人处于非常警觉的 主动思考的状态 要从长达900秒的数据里 把几种波都挑出来 而且还是一个 已经发生了严重脑外伤 出现了频繁癫痫的患者的数据中 提起出来啊 这个难度不小 分析过程略去不提 最终的结果是这样的 900秒时间里 最初记录到癫痫发作 到记录到大脑左半球活动受到抑制 紧接着两侧的半球活动都受到了抑制 然后患者在第720秒的时候死亡 在最最关键的第690秒到720秒 也就是患者去世前的30秒 在其他脑电波全都逐渐消失的时候 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功率增加的波 也就是伽玛波 如果对照我们刚刚说过的那五种波 伽玛波的活跃 就说明一个人处于警觉跟主动思考状态 比如说反思琢磨信息处理 所以这篇论文的作者们就猜测 这个患者在去世之前的一刻 可能正在走马灯一样的 回忆生前最美好的过往 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文章也说明了这次分析的局限性 首先的局限就是案例太少了 别看在医院去世的人多 甚至仅仅在神经外科去世的人就不少 但面对这样重症弥留之际的患者 不论是研究机构的伦理审核部门 还是患者的家属 都很难同意把患者当作研究对象 给他们套上一个19个通道的电机偷套 这次在极其偶然的机会下 才带上了脑电波检测仪 死因又恰好不是因为大脑的问题 而是心脏病 所以暂时还不知道 是不是每个人临终的时候 都有一个记忆的跑马灯的过程 另外一个局限就来自于生前最后阶段的抢救 因为患者接受了开颅手术 为了抑制癫痫 也注射了大量抗经绝药物 这些都是对脑电波的干扰 我们不知道病人最后的脑电波 是不是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最后就是 患者在正常状况下脑电波的基础活动 是缺少数据的 什么意思呢 因为要想看脑电波里的五种波 是不是在正确的位置 呈现出足够强的波形 其实需要采集两种状态 然后再对比 一个是平静的时候 闭上眼睛 这个时候大部分波形都会安静得多 另外一个状态是睁着眼的时候的波形 而这位患者呢 由于已经深度昏迷了 所以缺少两种状态的对比 这种数据上的缺失 就给后续分析增加了难度 其实能和这个研究相吻合的实验 也不是没有 那都是在哺乳类动物 濒死的时候采集到的脑电波数据 在那些实验中也都呈现出高比例的 伽马波异常活跃的状况 现实中还有一些科学家 专门找到了那些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人 这些人呢 主要都是经历过心脏骤停的 然后又被幸运的抢救回来的人 心脏骤停这件事可以发生在很多人身上 而且抢救回来之后 有些人能恢复的非常好 于是他们就能有机会完整的描述 宾死体验 纽约大学实习分校医学院的萨姆帕尼亚 在ICU的工作跟研究期间 收集了大量宾死体验的描述 他当时只是为了证实那么一件事 也就是人死后 会不会有类似灵魂一样的东西 从身体飘出来 看到自己的身体正在被抢救 因为这个描述 在很多宾死的人口中都有讲过 他用的方法呢 很土 但也很有效 他在抢救室的柜子顶上 面朝上放了一个很显眼的数字标识 很大 如果人们真的在宾死的时候 有灵魂飘出身体 能从天花板 从上往下 看到自己被抢救的肉身的话 那飘浮的上帝视角 应该就可以看到 柜子顶上朝上放的那个大大的数字 在验证的那一年 他一共遇到了63个心脏骤停 没有脉搏 没有呼吸 瞳孔放大 但后来还是抢救过来的案例 这63个人里 有四个人声称 有灵魂飘出身体的宾死体验 但是这四个人 没有一个能说出柜子顶上 那个大大的数字到底是多少 接下来一年 他又调整了验证方法 把一些特殊的显眼的东西放在 并不算太高 只要患者能够坐起来 就可以看到的高度 这一年 他遇到了12个心脏骤停 又活过来 并且声称有宾死体验的幸运儿 不过这12个人 也没有任何一个能说出高度更低的这个物体到底是什么 所以以科学的严谨态度来说 就算灵魂真的可以在宾死的时候飘出身体 那飘出来的高度也不会超过15厘米 在这些幸运儿描述宾死体验的时候 都有一些共同的描述 比如说平静的穿过隧道 然后遇见很多熟人 最后沐浴在光芒中 这些情节也许对应着伽马波的高度活跃 最后我们说说对宾死体验的研究 当人们使用科学逻辑跟高精尖仪器 甚至把深度学习的AI 用在识别人死前30秒的脑电波的时候 死亡的细节更多的展现在我们眼前 似是而非的模糊的东西 就更难藏身在死亡过程中了 给看上去好像是进展 但实际上也有不好的作用 因为自古以来 人们对死亡的认识 主要来自于当地文化 大部分是宗教内容 小部分结合了迷信 这些内容科学与否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当地文化对死亡的解释 导致人们心中有稳定的 让人们甘愿接受的预期 比如说轮回啊 天堂啊 复活日啊 等等说法 而人生如何走向终点的逻辑 也是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 共识的一部分 当这一切随着科学细节被揭开之后 死亡的细节倒是清晰多了 但人们心中 对那最后一刻的预期也崩塌了 因为不管怎么样 大致上都会对应着那么一个现实 也就是那一刻迈过之后 再也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结果对任何人都是残酷的 所以今天在面对死亡的问题上 我们可能缺少让人甘愿接受的预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